南道館太子美帝法典協会 在南道館政府的辅导之下 结合第三六国在地第13业以及业者 几月出于六国乡 会金国贼为主帝的自然产业有形成 让UK来体验在地的地方 含上会金国 主板都会欢迎有幸福的民众 拥有预报名参加 清彩老脸的目桌 为今天的记者会多当开场 六国乡的环境优秘 时刻来最大 兴兴会金国的地方 为中海拔到高海拔地区 包括航空地区 桂头以及三拿铁丁环围 都能看到会金国的信仰 特别是鹿谷乡 是全台湾山营最大的一个区域 包括它的期间也最长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六月底 都是在不同的海拔都有营火虫 那地点也非常的多 像在这边的台大的茶园 或者在小半天到西头的这个营区 到大伦山等等都有这个营火虫 我们从四年前就已经采取这个 自然生态的这个农化 就是有机农化的这个栽子这个茶叶 所以对整个环境 尤其这个环境的生态指标 营火虫的这个生态能够产生非常有意义的这个环境生存 让有机会一路由第三生到六个棋头 提案在地地胖以及第二文化 好这次呢我们主要的活动呢 是要让全国的同胞呢 来到我们鹿谷 那鹿谷是一个最大的赏营区 那这次我们太极美帝呢也推了一个太极假期 那我们希望呢 来到鹿谷呢 都能够体验茶跟煮的一个文化胜地 那譬如说我们来到我们竹山下交流道之后呢 我们会带你们去骑脚踏车 那之后来到我们鹿谷乡呢 我们会带你们去喝茶 去采茶去体验茶的一个文化体验 那我们会让我们的导演协会呢 让大家进入我们最大的赏营区 观光处表示 欢迎会是一个健康环境的指标 那是鹿谷乡是一个环境极好的所在 特别在这大时间 是春节一起春春中期的期间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很来参加 体验也不一样的健康如油 记者带有说 蔡英文博德